宝马i3终于出官方眼保了 这也不是传说中眼保都被宝马抛弃的了 至此所有i系列的电车现在都有官方眼保服务了 但有了官方眼保是不是上来就建议大家购买呢 一大早有好几个粉丝都让我说一说 我肯定不这样建议 具体情况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大家对号入座哦 看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 首先这个眼保是厂家眼保官方眼保不是电保 意思就是整车除了易准件什么都保 包括人工费 所以以前我建议过大家不要买第三方的电保 老粉应该看过这个视频 因为电保有两个缺点 一是只能在你买眼保的那家店售后 万一你长途自驾游某个部件坏了 而你也已经过了三年的自保期 比如漏房冻业了 要更换阀门 这个时候当地的4S店说 我这边不保 你要回原籍所在地区更换 否则你就要自己掏钱 那你说你买了眼保有啥用 二是官方眼保是除了易损件 其他的什么都保 易损件指的是刹车片雨刮器 滤芯这种其他的全车都保 而第三方的眼保大部分都是保大件 你们看过电保条款都应该知道了 列了很多明细 这些明细到时候就是扯皮的关键 所以基于这两个因素 第三方的眼保我是不推荐的 那么重点来了 这次官方眼保到底要不要买 如果你是一年内的新车 你可以买 毕竟保养套餐都2688了 2988眼保看上去的确是真实会 但如果你是第二年第三年的车 我反而建议大家可以观望一下 看看有没有双十一的活动之类的 因为现在的价格差很多 一年内的车和一年外的车 眼保价格相差40%以上 大家看一下他的一年眼保价格是2988 两年是5688三年是8888 而一年外的车 一年眼保价格是4988 两年是10488 三年是14688好惨啊 我刚好超了两个月 比较烦 那以上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年 两万公里左右的人来说的 一年内可以买 一年后33个月的时候 试车矿买 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赚点利息 不是吗 干嘛现在要把钱投进去呢 还有比如你的车子 有些之前已经出过问题 换过部件的 比如说换过防冻液阀门 其实你买不买都已经无所谓了 那如果你一年跑3万以上的 那三年就是开9万 四年就是开12万公里 那你就买个一年的眼保就行了 不要买三年了 懂吗 这个账大家自己计算一下就明白了 反正三电过保了 就不要考虑眼保了 电车码三电最重要 那如果你是一年干6万公里的 我的建议是坚决不要买 为什么 因为你三年就16万了 你的电池都快过保了 电机12万公里已经过保了 所以你还买眼保干嘛呢 真的要维修走个保险呗 大家都懂了 对吧 掌握这个原则就行 所以上来就不分情况的建议购买 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我觉得 I3现在既然放出官方眼保了 厂家应该对配件的工艺已经比较有信心了 也应该分析过了 所以故障力也应该计算过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不买也可以 我之前的油山现在的插山都没有买过眼保 过保了外面修呗 而I3大家不是都说它是有改电吗 那除了三电不跟油车一样吗 油车都不保 电车保什么 对吧 要相信打厂 相信自己的运气 问问自己从小有没有中过奖 还有一点 大家要注意的 严保是跟着年限的 出厂的质保是三年十万 先到为准 但后续的严保是只按年限 不按公里的 这个已经帮大家问过 宝马克服了 跟公里数是无关的 但如果真的公里数很多 我跟上面说的一样三电都过保了 你还买个毛眼保啊 懂吗 大家对号入座吧 自己属于哪一类人群 总结一下 这个眼保就是为了每年2万公里的车主 准备的 厂家都算过买的肯定没有卖的金 每年2万 6年12万正好电机过保 所以值得买 如果你年开超过4万 我完全不建议大家买 我这个都是从做生意的角度 帮大家在分析的这个利益成本的 所以大家不要听那种上来就推荐购买 说这种东西很重要的言论 我们是真实车主 不是宝马托 对吧 大家可以去总特地搜索 了解各种有趣的汽车节目 汽车知识 可以直接去总特地搜索